我們請部長 好 請陳部長 陳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 這幾年來我從竹科 中科 因為我在新竹也住了八年 那我在清大 在食品研究所 然後在中科這邊就是也關心大渡山 台積電這個案子 然後再來就是南科 南科我住台南也超過三十年了 所以在 然後我也在大學任教也超過三十年 然後在研究所 食品研究所也有六年的經驗 所以其實長期以來我就是在研究機構跟大學 那昨天我也在立法院總質詢那邊 我也提到就是科技部 科技部在這一次防疫的預算的爭取 那我覺得就是有漏掉 好 那剛剛我也看到許多位同仁也提出這個問題 那現在就是我們知道科技部是國內的 在自然科學 人文科學 社科教 工程技術 生命科學的一個龍頭老大 那防疫或者是在這個紓困 這個項目其實跟人文跟自然 其實都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科技部這邊在這一次沒有提預算 本席是覺得非常可惜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SARS那時候也是都有提 那我當然知道部長不是這方面的專業 下一張 那這個預算的編列 就是說在這個防疫期間 那這個病毒呢 我們也知道由國內外的相關的一些報導 或者是世界衛生組織 或者是美國疾病中心 這些歐盟這些的相關機構都有提出 所以如果科技部這一次能夠跟其他部會 再爭取一些預算 我們認為可以投入大專院校 研究機構甚至防災機構相關的一些研究 讓尤其是國內很多大專院校的相關科系 都能夠有機會去生產很多優秀的老師 研究單位研究室可以有機會去做這方面的 申請 好 部長 那請你先回答 是 謝謝 我們關心這個議題 其實我們在一開始發生這事情 我們就立刻組了專家會議 來檢視說科技部的現有的能量 如何來協助這一波的防疫 那也跟委員報告 其實科技部在這幾項技術 已經累積十幾年的經驗了 所以也就是說這十幾年來投入的經驗 事實上已經培養相當多的基礎的能耐 所以這一波要做緊急的打仗的時候 大家的評評是說 實驗室信有機器來做轉換就夠了 那因為我時間很短 那這個部分我等一下再請部長說明 好 下一張 那另外我要講的就是 有關那個南科在那個鋼山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新的這個橋頭和一些園區的規劃 那這個地方它是要去徵收台塘的優良農地 那目前看起來就是好幾百公頃 那也要進入二屆環評的階段 不過就是現在本席還有時代力量這邊 都有接到許多陳情 就是針對在優良農地上面 要做工業區 要做科學園區 甚至要做這個光電啊 甚至其他的在利用等等 那橋頭這邊有一個中期有機專業園區 下一張 那這個園區是當年農委會 跟高雄縣政府 當時他們去遊說很多有機農民 他們來這邊來做耕作 那他們成立這個園區 當時候的地方政府也承諾就是 會讓他們非常永續地去做經營 所以他們也做了非常多的投資 也就是說他們一生的積蓄啊 心力都已經投資在這邊 那到目前為止 下一張就是這個地方呢 就是已經比較能夠有收成的 這樣子的現況 那現在我們看到這個橋頭的這個科學園區 它佔地這麼大 那我們再看到就是 在目前這個農民有機種植的這個地方呢 它是大約30公頃 那這邊的農民他們希望就是 能夠結合這個他們的有機農園 在附近有這個滾水瓶的這個 泥火山的地質公園 那我們知道目前科學園區很多工程師 他們都要用很多腦力 所以如果說橋頭科學園區 能夠重新做一些規劃 讓這邊的這個有機農園 再結合地質公園 能夠發展成一個生態觀光 甚至結合科學園區的這些結合 讓他們能夠永續經營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請部長 能夠考慮重新規劃這個橋頭科學園區的這個 基地的這個部分 好 請部長 是 謝謝文文關切 因為橋頭科學園區 在行政也是各部會會來協助 所以我們也會跟農委會環保署 一起來努力 那確實我們現在也有規劃一個滾水瓶的地質公園 做保留 所以整個科學園區一直在規劃的目標 都希望說維持科技的發展 可是也維持整個環境的永續 但是現在這個有機農民呢 已經就是變成 如果說政府不信守之前的承諾 變成會讓他們請家蕩產 所以這個部分也請部長這邊 再跟其他部會要做審慎的事 是 我們會跟農委會一起來檢視 好 謝謝 好 謝謝陳委員 接下來請